那它的價格 一般基本上包廢價大概一萬多塊 那我們換車的話 我們可以把價格拉到 旁邊油管在漏油 全部都濕的啊 我們公司呢 AUTO CXA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 汽車二手車車價的查詢網站 搜尋AUTO SPAR 你選中古車線上估價 裡面有16種常拍 160個車型 5000多筆資料 便宜的資料 我們免費到補估價 實際最真實的狀況 還是要看你的車況真真簡簡 為你的現況 給一個精準的收購價格 馬上匯款 馬上現金 而且車子買回來 是直接過戶 給你一個透明安心的 中午車收購服務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捷運汽車 那今天這一集的企劃呢 就是有一個客戶 盧先生 他看上我們家有一台 奧迪Q7 4.2 08年的 那他要將他的 這一台06年的Q7 3.0 TDI 給我們做一個建架 然後做一個換購 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那我們今天的企劃內容 就是針對這一台 06年Q7 去做他的鑑定 以及走夠 啊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車況吧 啊通常舊小田同學的經驗啊 我們在 剛接觸一台車的時候 最主要 就是先看他的引擎室 裡面 還有各個板件 有沒有做過更換 那因為這一台是06年的Q7 這麼大台的七人座用車啊 其實在台灣的市場 行情的接受度沒有很高 所以他的中古車的價格 已經到非常低的一個狀況 那他這一台目前 他跑了25萬公里 你會遇到一些情況是說 你25萬公里我收購回來 我可以買多少錢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 他這25萬 他的車況是如何 首先我們先看他的板件 他這個螺絲都沒有轉動的痕跡 然後從外側往內看 這件板件沒有做過更換 是原本的橙色 引擎外有稍微重新做噴塗 所以 這塊板件可能是有做更換的 可是我們要去做判斷的是什麼 就是 他是不是原本的板件 或者是他是用素材 所謂的殺肉件 那你看裡面都還有 跟原本的七色一樣的顏色 如果是素材部分 他裡面會是黑色的 或者是我們可以稍微 掀開一下他的隔熱棉 我們在看車的時候 其實有些點是很尷尬的 就像是 因為 車主啊 會在現場 他也會知道 每個人對於自己的 車子的要求 不一樣 有的人不喜歡人家 對於他車子做一些 拆裝 所以 我們能夠就現況 看車去做 健駕的 深入程度是有限的 這邊的螺絲 也都沒有轉動 裡面 內部的橙色也是原本的銀色 涼的部分 大涼 也是OK的 沒有板球的痕跡 那引擎在運轉中 我們可以聽到 他稍微有一些 小小的那種 異音在 那他跑25萬公里 這樣的一個里程數 也必須是我們 價格的依據所在 那我把車稍微做熄火 我來看一下 他引擎的狀況 其實一台車你會遇到的 機件啊光零件就上千 甚至上萬的 那我們初步會從 一些間隙去看一下 有沒有深漏油的狀況 還好耶 他上半部算是蠻乾淨的 沒有看到太多的油漬 沒有看到太多的油漬 這邊稍微有一點點 好皮帶的部分 皮帶還算OK 沒有多餘的龜裂 然後剛剛也沒有聽到齒輪的磨損的聲音 好接下來我們看門跟葉子板 葉子板部分 我覺得葉子板算是最輕鬆的 因為葉子板你可以從 它的這個螺絲去看有沒有轉動痕 車門沒有轉動痕跡 那我們如果要確定 更仔細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 車窗降下來 然後手電動打下去我們把它 這個軟墊 做個掀開 掀開的動作 找比較大一點的間隙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板件的顏色 是黑色的素材的顏色 還是說原廠跟車身一樣 是銀色的 然後這一側 我們再看它腳踏的位置 跟這個螺絲 都沒有轉動的痕跡 所以車門也是OK的 一般來說啦 像06年這樣年份的車型啊 我們 其實它板件有做夠更換 或者是 一些什麼 對它的車價已經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了 因為它已經在底了 可是換過頭來說 如果說你用 十幾二十萬的價格 你可以買到新車價 三百萬的Q7 然後你可以享受個兩到三年 然後 圓一個你擁有一台豪華大型休旅車的夢 我覺得CP值也是很高的 再來是後面 這是我們所謂的後葉子板的部分 不做拆裝 去給它看 我們會稍微摸一下 一些烤漆邊 它有沒有那種 沙沙的顆粒感 你就會知道說它有沒有做過其他的烤漆或噴塗 那也可以由這個去初步判斷說 我的後葉子板有沒有做切換 那這邊摸起來都是光滑的 然後你燈光也可以打斜的 如果說 它有烤漆過 它會有波亂狀 不像原廠電腦噴塗的痕跡 也會出來 不是正面喔 正面它會有一個直線的反光 所以你一定要斜打的 再來我們看到後面 那這樣的車系其實你修到任何一個 電子類的東西 它的價格都非常昂貴 一定是 破萬 三萬甚至是十萬 所以 我們的各部極簡就要做測試 像它的電動尾門 狀況是好的 我們要掀開它的尾箱 看一下 它的尾板 有沒有任何板修的痕跡 因為如果說有撞擊 撞進來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 這一塊應該會有一個波浪紋 然後會有 金屬的皺褶 金屬只要有變形過 不管你在怎麼樣 氣功的處理它 它一定是就會有 那個皺褶的痕跡在 那原廠的 封裝膠 都還在 都是正常的 好接下來是另外一側 我們也摸一下 那如果是我們真的收購回來的話 我們就會 再去做細部的檢查 看就是說 我把這個膠條拉掉 看它裡面 它機械手臂的焊點是不是 有平均間隔的 然後有沒有 那種切焊重新板的痕跡 那我們先從外部去判斷 那烤漆面都是光滑的 沒有問題 這個門也是 裡面都是銀色的 是圓漆色 螺絲腳鏈 沒有動過 前門 螺絲沒有動過 沒有 沒有轉動的痕跡 下方 也是 OK的 從這個縫隙啊 攝影機其實看不到 但是 我可以直接看到 門的這一塊 我從這個角度下去 我可以看到 這一側 裡面它板件的橙色 所以是很明顯 你就會知道說 它是不是有沒有更換過門 啊當然 有的人是會去更換到 可能殺肉件 那我們就是從螺絲有沒有轉動痕跡去做判斷 也都是OK的 所以目前車主有直接跟我們講 這一台的 擴大機有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它是七個元件 的電路去做通路 那 擴大機是壞的 然後 尾門正常的 車身板件沒有做更換 引擎蓋 我判斷是有做更換的 那這個撐桿 稍微沒力了 我們翻一下 它權威的建架 那我們再去跟客戶做報價 好那目前 看完這一台Q7 它的全車的板件狀況 基本上 沒有做過更動 只有引擎蓋 它的四個螺絲是有做過調整 那我們會把它判斷是 做調整的 或者是做更換的 接下來是 一般06年的Q7 3.0 TDI 它是會有8萬到10萬塊的收購行情 那是正常里程數可能跑13萬 14萬 這一台呢 因為客人是跟我們換購車輛 我們一般 我們的標準是25萬以上的車輛 是不做收購的 那它超出一點點 我們必須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我們可能引擎 漏油的處理 調起來 可能就 含工資吧 就兩萬三萬起跳 還不含處理 下去的費用 那 變速箱壞了 可能就是七八萬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在收購車 做衡量 以及給下一個消費者 做保固的一個狀況 那它的價格 一般基本上 包廢價大概一萬多塊 那我們換車的話 我們可以 把價格拉到兩萬八 這樣的價位 那我們就去跟客戶做一個報價 來看 我們來看 嗨 盧先生 那這邊是怎樣 您的舊車部分 我們有看過了 那里程數稍微 確實蠻高的25萬 然後擴大機這邊是損壞的 那公司這邊有報價 本來是兩萬塊錢 那您有跟我們家換購 08年的 Q7 4.2 那公司這邊會再加8000塊 是兩萬八這樣的價格 看這樣您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啊 好喔 那我們就直接打個合約 那我們就做一個換購的動作 好 OK 我去拿一下合約 稍等我 好 那這邊是一萬塊的定金 是您的舊車的收購 那我跟您寫一個 簡易式的合約 OK 大哥那我們合約是這樣 這邊有包含 您的年份 車身號碼 以及 我們今天付您一萬的定金 那剩下的一萬八會 折抵你車價的微款 對 那我這邊 會將一份合約交給您 那剩下就是交給我們小蘭 跟您做一個新車的簽訂 OK 那我這邊部分就OK了 謝謝 大哥您這台Q7 大概入手多久 快兩年 兩年 那當初是買 買30出頭 那使用上 養護上的成本呢 因為 它車價低啊 所以 現況交車 車況其實不好 對所以換了還蠻多東西 像是什麼 渦輪都換了 連渦輪都換掉了 維修起來的費用大概都落在那裡 工資還有時間是最多的 要花心思去照顧 譬如說 像 J518 它是一個方向機鎖 它設計是整個方向機鎖上 你去一般原廠 那整個方向機鎖換要14萬 可是如果用一些民間的手法 那軟體把它解掉 也才18000 那18000對有些人來講是很不方便的 開動車 14萬來講 我覺得便宜很多 所以它有些東西反而是 解鎖程式就可以做 而不用更換到 對 但你就失去方向機鎖起來 就卡卡那一聲 你就不能鎖 但其實那個東西還好 無傷帶啊 你是說就是在沒有發動狀況下 如果 硬轉方向盤 它會有一個安全鎖 對 大概類似這樣 擴大機 還有一些 我認為Q7它在當時算很先進的科技 但終究有點年紀 那當時科技必須要設計 要到那個程度 它要很複雜 少了一個東西它回路不通 其實 接踵而來什麼都來 養護Q7要分兩部分 一個是極限性的 極限性我認為 哪裡壞修哪裡 另外一部分是電子系統 這都要找不同廠家 沒有一間全棟 就是要找那種各別各項的專業店 對對對 其實跟大部分車系也很像 因為像是 我們也會去細分說 很會修變速箱的廠商 對 然後很會修引擎的廠商 然後鑰匙類的嘛 就是像我自己的士兵士 方向機組 那個反而不是找維修廠 我是找那種 拷貝鑰匙的廠商 那差不多 那還有沒有什麼很大象 然後你覺得 是讓你花了很多心力 或者是去處理的東西 就是頓挫 因為它才有啦 所以它基本上會抖動 那它有 EGR 然後還有一個 DPF 這兩個東西 真的要找比較專業的廠商 是拆出來清 而不是加一堆 化學的 然後讓它排 那個排不了 一定要 拆起來清 因為一開始就是加什麼 快樂跑 然後真的是 是清荷包的 基本上沒用 找人修 弄一下 一萬出口 AI 機械性 這些都機械性 哪裡有問題就弄啦 跟安全性有關的 最新弄 那其實花不了什麼多錢 如果什麼都要求很完美 那我覺得 不太適合 因為它新車價就是 三四百 對啊 那你現在這樣子的入手 你還要求原先一樣 那真的不是 所以原先你投入可能 所有的 預算先focus在安全性 然後操控性這些ok了 漸漸在要求 出事性 就是先從安全跟主要的處理 然後 細節可能個人的質感享受方面是放在最後面 對 這台是柴油 那柴油3.0它推力 然後跟Audi Quattro 是真的蠻厲害的 譬如說開荷環山 那其他掛來 Sport 好像後面有人一直在推你 你不會有推頭的感覺 我都跟 女朋友說 那很像洪金堡 怎麼 山路洪金堡 很大一個 可是很靈活 清那個 DPF跟EG啊 大概是多久你會遇到一次啊 其實中古這種 你根本不知道前車主做了什麼 所以買的時候 像我這次選公里數很低 你不太在意一年份 就是這原因 啊這種車是需要養護的 那我上次吃虧大概就在這邊 因為那台買就22萬 它累積越多問題 你之後你要再去找 就很麻煩 那現在8萬這樣入手 我覺得 前面還可以 那算車況 應該還可以 那開一開自己好好的養護 其他開30萬40萬沒問題 嗯了解 這台QG要整理什麼 整理它的引擎腳 因為它現在整台車發動的時候 特別的麻 檢查發現它左右引擎腳 已經完全壞掉了 所以要換引擎腳 然後還有它的引擎跟變速箱有漏油的部分 也要一併做處理 然後連那個分動箱跟前後差速機油也要一起換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漏油的地方嗎 漏油對啊 你看這邊下面全部都是油 然後都是上面這個蓋子 蓋子剩下來 對它後面有一個偏心軸的塑膠蓋 久來變形 所以它密封不良 就會漏油 另外一邊是真空棒那邊 一樣 它是有一個歐靈 歐靈變形 所以也要跟著換 變速箱這一塊 油底殼 的電片 也已經硬化了 所以它整圈都在漏 還有它變速箱這邊 它裡面有電圈 這電圈也老化了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一起 幫它更換 電圈 一二 師傅所以我們把工資兩下下來 一些 存出一些空間主要是 為了說 把眼鏡腳拿出來 要不然上面 也沒空間可以閃 所以只有這種方法可以用 剛看你在打工資兩的螺絲的時候 好像鎖得很緊嘛 對啊 工資兩的螺絲都是 最緊的 它鎖上去的時候也是要鎖磅數嗎 要啊 所以它磅數可能鎖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 拆的時候才會那麼難拆 因為它也有可能 雨水跑進去 然後導致有一點生鏽 稍微咬住啊 所以它拆的 力量會更大 舊的 剛拆下來的 這是新的 我們剛叫來的 高度一看就知道它已經吹下來了 所以它的吸震能力已經變很差了 你看這邊 這間隙跟這邊這間隙就知道了 它這種引擎腳正常 差不多更換的收起 大概抓了多少 可是也要看 開車方式啊 可是平均應該 大概至少都有8萬左右啦 開車習慣好的話 可能 大概可以撐個大約10萬左右 明顯的又已經垂下去了 這個已經垂下去了 這邊很高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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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這個就是真空棒 它這個墊片已經縮溜了 所以它會變成這邊 開始漏油往下漏 所以那下面全部都是漏油 就是它 偏心軸的墊片 油風 就是偏心軸蓋 你有沒有看到 從側面照過去 它旁邊的座跟那個油風已經成全形了 這個是新的 它的密封圈是不是突出來 微凸 那這個是已經扁掉了 所以它沒辦法撐住 所以它油都會露出來 就會變露油 抹一點機油在上面 比較好進去 潤滑 裝潢不會被擠破啊 擠破了就白換了 所以為什麼要 抹了機油以外 又抹了 凡四零 因為抹機油潤滑度不夠 所以我又抹了凡四零 比較好塞 現在這個是變速箱油底殼 墊片在漏 所以要把油全部都放掉 把油底殼拆掉 變速箱油跟濾網 我們這次都會順便一起換嗎 對啊 就等於一次工嘛 都要換墊片了 就一次把它換掉 它旁邊油管 在漏油 全部都濕的啊 我看它裡面都會泡滿油喔 對啊 因為它就是靠這個下面吸油 然後裡面有一個過濾網 然後進去的時候 把雜質全部都過濾掉 原來這油網很久都沒換了 用手一撥 全部都是髒東西 很厚的一層 都是鐵屑 都是鐵屑 分配香油 分配香油 這個也容易漏嗎 老了就會漏 不容易 不容易喔 因為它是整顆都是打焦的 它漏的話就是整顆要分幾 下這個是不是變速箱要下來 還是傳動軸 對 傳動軸前面後面要拆掉 工資比材料還貴 一定的啊 師傅我們今天要裝什麼 門的開關 你自己看 都已經掉漆了 上面的圖案都不見了 這是環保材質嗎 對啊 所以久了一定會這樣 沒錯 時間到了就是會這樣 它這可以用烤漆的方式嗎 烤漆喔 可是你烤了沒有塗啊 所以它這換都是換總層 對啊 而且這個Q7的開關又更貴 很貴喔 它沒有通用的 也沒有附廠 對 原來自都不見了啊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這個按鈕是什麼啊 所以這開關一個就三千多塊 一顆三千多 對啊 三四千塊 啊這樣一排多少錢 車窗工資一顆就差不多要兩千多塊了啊 主供開關比較大所以這個更貴啊 換一車下來一萬多塊 都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哦 啊 你看 我串事情 基本上 我要做 再用一大的 只要 再做一小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这台当初收购28000的Q7 整理了许多项目 其实这些项目整理出来我蛮讶异的 因为细项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了小保养 习惯机油的更换含油型 那变速箱油的电片滤网 包含四船的加力箱很重要 因为很常加力箱油没有做更换 你在行进间也会有一些顿挫 或者是没有力的状况 那前后的叉速汽油 也做了更换 包含车身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很麻的引擎叫 以及所有的侧盖 正式真空拱 变速箱油管的电片 这些漏油部分 我们也全部都处理完毕了 再来 还有下面的电动窗开关 进气吸管封门电片 因为柴油车它容易有积碳 那进气吸管 长期积碳下来 它没有办法完全有这样的气密 就会让它踩起来油门比较没有力道 最后中古的扩大机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 因为得定的话 全新的要五万六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录这一集 我们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收购这台零六年的Q7 3.0TDI 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 包含为什么前车主 会宁愿直接换购 而不愿意处理 在我们店内 处理起来 接近九万块的一个价格 那你实际上你在外面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完 不是说只有找一家 大家的认知可能都是说 我找一间修车厂 它可以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实不是的 修车厂也是在帮你外寻 像是扩大机 这种就是要找影音专门店 然后如果开关的零件 要去定料等料 剩下是维修的底盘 跟引擎的项目 都是需要去分工合作 以及在外面用起来 实际上大概有十五万会跑不掉 那我们回店里 就帮客户做了一个整备 让您回去可以很放心的 去使用你的车辆 甚至在开个三五年都不是问题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会很推荐 奥迪Q7 3.0柴油 第一点它的税金 3.0的税金呢 包含它的燃料税的部分 是比较便宜的 总total接近两万块 一万九千多的税金 相较于有些ML GL450 这些自然进气 3500cc以上的 税金都是3600起跳 那它不会 它就是接近两万块 但是它的车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它是七人座的嘛 它的后座有双曲恒温的空调 加前座的双曲 总共是四曲恒温 它的椅背倾倒 之后第三排倾倒 它可以完全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 让你做车速的空间 包含这样的车格 你换到GL450 ML350 你一年的税金都多了 将近两万块的价格 甚至是更高 后座第三排 也可以做完全倾倒 这样的税金集聚 给你这样大的一个空间 第二点是 柴油嘛 其实汽油车大车 3600的一般油耗很夸张喔 我自己开过 大概5或6左右 平均油耗 但是这台柴油 平均油耗大概是11左右 包含它的马力虽然只有240匹 可是它的扭力 有56.1公斤米 在你载满人啊 以及这是2.3噸的车重 可以有1公升跑11公里的油耗 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会很推荐它 再来前座给你的氛围 两端式的机翼座椅 光感应的自动头灯 以及六项加四项电动腰靠 电动银功能双前 然后在06年的时候 它就有KIDIS了 这样的设计要甚至很多到15年以后的车才 还有钥匙免持 我只要戴在身上就好了 换挡拨片 快控 定速 以及前后 都是全景天窗的 所以你很适合开这样的车子 出去载家人出游啊 或者是往中南部去走走 包含这样大型的车子 很多人会很不习惯就是 我抓不到前后的车距 前车组的安卓机已经盖好了 全车的环境画面 很方便你去做使用 包含它很多内装都是几皮的 你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 它带给你300多万的价值 那这台车呢 我们整备完毕之后 我们的店内价 会卖在22.9万 我们网络价 会是19.9万 如果你喜欢这台车 欢迎来点0917 435 209 做线上预约 9千块可以当2万做折底 所以线上预约完会变17.9万 推荐这台给您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要记得留言哦 如果您对于维修您的车辆 有想要洽询 想要做处理 以及订购车辆 都可以直接找我们 或者是你想要看什么样的维修片 都非常欢迎 谢谢大家 捷运汽车在2023年 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投资 我耗资了1000万 我们在台北市北投区 大渡路一段21号 扩展了一个占地1200名的 旗舰展示中心 我们提供呢 汽车的各项维修跟保养 包含你目前的观众 你如果自己的车子来维修 基础保养只要3000块 甚至我们在二楼 有非常舒适的展示中心 然后呢 有客户休息室 健身专区 也有按摩椅 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 让在这边 不管是保养 不管是看车 都可以提供一个很舒适的内容 我们也提供客户免费停车的区域 不管是黄线的格子 不管是白线的格子 你来我们这边 维修保养看车 甚至去我们的卡丁车 餐厅区 都提供免费停车 再往这边看 这两格是我们的汽车美容区 从最小的打蜡 清洁 引擎室清洗 到镀膜 给客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再往前看 就像这台RX新车一样 前进汽车也提供新车换购的服务 在右手边上面的车型呢 你只要有2010年以后的旧车 来做给我们收购 我们旧车高价的收购以外 新车给你一个比外面更优惠的价格 因为呢我们常常有客户是遇到他自己 跟我买一台车以后 开了三五年后想要换新车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服务扩张到 连新车的部分都可以提供 优惠给我们的观众 跟我们的消费者 载库120台 非常非常舒适的环境 然后提供你不用订金就可以免费试程 免费赏车 你们可以把这边当成不只是一个二手车行 而是一个可以在这边舒服休闲的一个汽车展场 我们今天汽车也提供租车的服务 我们把这个市售热门的新款的马三 Missall的Kicks 还有Tida 在旁边还有一个便宜的PASA 为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我们搜寻的网路上价格 像马三一般那可能要租到3300、3400 那我们只要收一半的金额 让你来体验中古车的部分 马三1700 Kicks一般的定价是2700 那我们一样收一半1300 然后呢我们也提供 比如说有时候是这样子 你可能车子坏掉了 但你不可能去租很新的车 去代铺10天、20天 那我们也提供1000块跟500块的车型 第一个 这有点是在体验中古车 因为你有车子的需求嘛 很有可能你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客户 那第二个 可能有些人非不得已一定要租台车 他也不问车况的好坏 他就是需要代步 需要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修车 然后需要修10天 但我一定要去基隆上班 来往一定要开台车 那你去外面租那种1500、1800 跟1500块就有个差距 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 任何一种价位的客户 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午车 都可以享受各个价位 非常便宜的租车服务 那记得想要看车的观众 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件0917-435-209 谢谢